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夏天到喽 上次见面还是 秋冬天的时候啊 又是一台红色的木马人 给大家两次机会 这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次机会 改装过了吗 正确 再来一次机会呢 柴油 这台是柴油的 第一台看到的虽然不是卢比肯 但也值得讲一点点 上一个视频做的咱们是 威里斯特别版 这个其实跟威里斯很类似 但是它叫Altitude 吉普这两年呢 只要叫Altitude这个名字的 这个帽子 只要叫Altitude这个名字的 基本上就是黑裤主题的 前脸什么的 那这个因为改装过了 但是也是用了黑色的轮子 轮固 一会儿我们再细讲啊 最主要是这个引擎了 好吧 引擎的话有几点 那第一的话这是第三代 第三代 三点零的柴油引擎 第二的话呢 它和1500上面是用的一样的 都是这一个 那可以输出260的马力和442的扭力 基本上在1800来转吧 开始之后你会忽然有一个 就像那个汽油的Turbo的感觉一样 它就进来了 之后的动力明显能提升 第三的话它也配的8速变速 手动就没得选了 第四的话 这个引擎只能四门板 两门板也是不能选的 好吧 基本这几个 那重点是呢 为什么说柴油的引擎特别好呢 或者说适合谁呢 这一个柴油引擎 大家等了很多很多年了 哎呀 不戴帽子了 不晒了 让大家第一次看看唐大猪 不是秃头 是有头发的啊 再来的话呢 这一个扭力特别大 那原来汽油版V6那个是287马力和260的扭力 那扭力大的话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 特别是穿越越野的时候 在很低速一两挡的时候 这一个扭力非常大 那带着这个37寸轮子 在一些坡都爬得上去 那朋友那边其实他和这个Gladiator就是吉普皮卡一起出去玩 都是改装的37寸这种 结果他在爬一些斜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行李重量差不多吧 这种情况他就特别轻松 另外提一点啊 在这里插一下 非卢比肯是3.73的轴比 那这个大家以前都知道了 但是就算你买卢比肯的话 配了柴油引擎的话 你只能3.73的轴比了 好吧好的刚刚说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了 大家知道那我们现在还是看一看吧 这个引擎长什么样子 那其实这个引擎呢 个头和重量都比那个PentaStar V6 那个汽油引擎要大要重 看站的位置也能看出来一点 另外呢 为了空气清洁的关系 现在的这个车呢 要跟350一样 要加这个清洁尿酸的 就是DEF那个东西 所以呢为了这个东西呢 这个吉普下面是有点不一样的 液体要装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都不一样的和汽油吧 多了这些 那我们说的DEF或者清洁尿酸呢 就会有这种蓝色盖子 除了加油之外 基本上官方说法就是每次8千1万公里吧 每次换机油这个间隔的时候让电力给你加就可以了 所以他不用担心说一直要去加这个东西 另外的话因为木马人独立悬挂的关系 他这个柴油虽然本身力气很大 但他也只能木马人的话说3500磅好吧 好我们现在坐在车里面这个位置来启动这个车 听听噪音到底怎么样 麦克风就在我身上 所以这个距离比较好一点 好没什么声音啊 大家能听到一点 因为麦克风在我身上 其实会声音少一点点 我后期的话把它调大声一点 另外我发现它这个柴油的话 转速表不太一样啊 它最多50006000转就是算比较那个 不像汽油的七八千转啊 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好现在准备进入高速 这里限速是100 可以开到110吧最快 那么提速冰道 你感觉怎么样提速 它行它它如果37寸能踩的话 在汽油车上我觉得应该很麻烦 但如果柴油车扭力更大应该会更好 现在时速85左右 啊维持这个速度 你感觉还有加速的空间吗 有 对啊 你看现在我的加速快了1607 110 110 嗯感觉还是还有余力啊 很轻松的 那个Porsche它它太满了 好最后我们就开回去 开回去感觉一下 好起步现在 转速是一千两千开始进来了 哦进来以后就熟熟的 哦是不错 而且它的转速只有最多6000很快就到那个转速了 其实啊习惯习惯有一点点之后 但我感觉比很多汽油的turbo还是进来的要快一点点 哎呀他能说舍命赔君子啊 有一种蛮劲的感觉啊 哈哈哈哈 就是这种柴油的蛮劲感觉扭力一进来就很大的 啊当然如果是越野的情况低速四驱本身 就速度会慢个乱这个不科学的讲法啊 四分之一吧 假如说力气变成四倍大一样 那这个引擎真的就很厉害 确实像我朋友说的 啊过一阵子可能有机会跟他们出去 就能体会一下我朋友那个是什么感觉了 他是卢比肯那台 那如果要买这样的车的话 当然就要开久一点吧 因为茶油引擎的话就要多用 包括你看我现在都让他一直跑着 啊不要像汽油一样 我出去两三分钟买个水买个什么 打了就走 你一定要暖车暖好车之后让他多工作一点 他不怕高温工作 反而你用的太小心那样子对他还不好 好吧 不多说了安全驾驶 安全驾驶 咱们就回去了 回头有什么好玩的再拍视频吧 好吧剩下的话我就回头再文字和图片来来补充吧 还是想来点干货不想说的太多废话 好久没见大家了 挺想大家的啊 大家保重了 回头见 拜拜 拜拜 karena ik윤 Americ 我 你 我